Ismael Sabri在这个选区呢宣布 如果来接大选 Ismael Sabri还是首相 当然我不觉得他会是首相 首相可能性是最高 但是他说如果他还是首相呢 他会委任魏家翔当交通部长 其实昨天刚好是因为全马来西亚的人 都因为LRT事故 特别是住在基隆坡的马来西亚人 因为LRT事故全国在搜寻魏家翔 但是魏家翔刚好就是在选区 这个首相Ismael Sabri过来这个选区的时候 所以这个宣布呢 其实是很违和的 最不符合此时此刻大家的感受 跟大家的感受很违和 因为大部分使用LRT的 住在基隆坡的马来西亚人 都对魏家翔非常失望 因为魏家翔身为交通部长 没有及时出来回应 而且也没有就是好像事不管几样子 其实2018年以前 马华的总会长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公共交通都是不属于他们管辖的 公共交通当时都是首相属管辖的 但是2018年换成府过后 陆兆福是第一个直接管理公共交通的交通部长 而且大家对陆兆福当交通部长 特别在公共交通的事务上的表现 有目共睹而且是非常 大家都很有信心 所以昨天陆兆福到LRT现场巡视 相对于魏家翔没有任何表现 没有任何表示 其实就让很多人有很大的意见 这个也显示说 其实国阵马华人才已经凋零 就剩下魏家翔 但是魏家翔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显示说 他有执政的能力 他有领导的能力 还有呢 最近其实很多 这个 帝送员 很多帝送员 他们对魏家翔是非常讨厌的 他们觉得魏家翔没有同理心 因为这些帝送员面对很多的挑战 包括这些他们的公司压榨他们 然后加上就是现在的路况也越来越不好 那这些帝送员希望政府能够介入 维持一个平衡 确保企业不要过于压榨他们 可是 魏家翔做什么呢 当他们抗议 然后去见魏家翔 在8月的时候去见魏家翔 魏家翔唯一的回答就是 你们去多考一个GDL 所以全马的帝送员都 觉得魏家翔很讨厌 所以这个选举 艾档选举 已经是全国焦点了 首相来 然后希望你们的首相人选 安华也对 也来了 也对这个 伊斯巴沙比的看法也回应了 然后 全国 希望马来西亚公共交通 越来越好的人 就不能够选 魏家翔当交通部长 因为魏家翔对公共交通部长 所以全马的地送员也 不要魏家翔继续当 爱当的国会員 所以这一次 我们让魏家翔退休 我希望问一下 如何 Ismail Sabri 能够认为 为了 魏家翔 为了 导致 当我看见 他也不可能 能够员 能够员 自立场 自立场 决定的 现在我们 要问 能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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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也不可能 是一场 但是我看他自己不可以确定 他的身份是他所管的 或是他可以予计 要是威克星 被决定的决定 在决定的决定 那是如果他们贪在黑色的 过去 过去国政都是以发展 运行天下 但是国阵的发展牌现在说不过去了 尤其在半城乡的选区越来越说不过去 为什么说不过去呢 因为你看一看国阵的主要领袖的半城乡选区 包括首相的Berach 巫统主席的Bagandatu 阿曼马斯坦巫统总秘书的Benz 还有马华总会长的艾道 发展牌发什么展 就是在这个选区里面 他们都至少当了18年的国会议员 甚至20几年的国会议员 可是他们的选区跟20年前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很基本的交通 还有很基本的网速 网速跟交通 在这些选区都没有做好 用什么来讲发展牌呢 其实网速 公路 还有就业机会 你一讲下去的时候 就没有所谓的发展牌了 所以发展牌 过去可能有效 但是这一届选区 在这些 国政领袖 已经当了18年到20几年的国会选区是失灵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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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